根据我是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7年我是公共交通爬切零警情天数达到143天 同比下降79% 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 在全市所有公交站点中 火车站和厦门北站公交站位列十大爬切高发公交站点的前两位 去年分别发生了27起和13起爬切案 另外公交菜堂广场站 第一医院站 岳阳小区站 菜堂站 开河路口站 联版国贸站 锐井商业广场站 古地石站排在第三到十位 这些站点主要的话是分布在闹市区 还有就是外来人口或者是旅客比较集中的地方 数据还反映出 爬首最喜欢光顾的十大公交线路分别是 127路快1线 791路快2线快3线 29路96路 109路 659路和123路 警方表示这些爬切景情高发的公交线路 大多都有经过火车站 厦门北站 轮渡站等游客较多的车站 而爬首选择下手的时间段 则基本集中在上下班高峰期 从乘客报警情况来看 乘客失窃的财物以手机居多 占所有失窃财物总数量的55.93% 而报警的受害人75%是年轻女性 年龄在20岁到30岁之间 公交车站的时候 我们不要公开的把钱包掏出来 第二的话就是上下车门的时候 不要相互拥挤 上车或者是在车上的时候 要将我们自己随身 这个背的这个胯包 或者是双肩包 要放在前面 手机或者钱包 尽量不要放在我们的外衣口袋 记者谢从斌黄超报道